郭靖死后 新武爵诞生 分别是东僧 西邪 南盖 北都河中神道 从射雕时代的东邪西都 南地北盖 中神通 到神雕时代的东邪西狂 南僧北侠 中丸通 读者们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化 遗憾的是 随着杨国退隐 郭靖战死 整个中原落到了蒙古人的手中 以天时代的群雄还为了争夺土龙刀 以天剑互相残杀 大打出手 以至于没了第四次华山润剑 随着郭靖战死 退隐的杨国迟迟没有消息 显而易见 自杨国和小龙女走下华山之后 二人已经彻底退出了江湖 早已算不上是武林中人 不过 根据金雍留在以天涂龙记里的线索来看 在郭靖死后仍诞生了武爵 分别是东僧 西邪 南盖 北都河中神道 东僧 吴瑟禅师 吴瑟禅师乃少林罗汉堂首作 他的武功修位早就练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机缘巧合之下 吴瑟禅师也听到了绝远大师的临终之言 和张三丰 郭湘各自得了一部分的九阳神功 张三丰 郭湘都以九阳真经为根基自创神功 他们随后开宗立派 成了一代宗师 而吴瑟禅师也依仗九阳神功成了后世江湖的一流高手 加上少林寺属于中原之东 吴瑟禅师理所当然就成了武爵之一的东僧 西邪 杨鼎天 在射雕神雕时代 黄耀师有冬雪之称 只因他性情怪癖 做事不按常理出牌 不过黄耀师虽然叫做东学 但他正中带有三分学 学中带有七分正 还对家国大义忠臣孝子托为看重 因此 黄耀师算得上是义正义学 有趣的是 杨鼎天和黄耀师一样 也算是一个义正义学之人 原来明教的前身换作石菜式魔教 贝格门各派视为魔教 而杨鼎天视为明教的第三十三代教主 自然就成了魔教教主 可别以为杨鼎天有了西学之称 就是一个无恶不作之人 杨鼎天可是言辞拒绝了波斯耸教降员的命令 是要和蒙古打子周旋到底 加上杨鼎天的乾坤大挪仪 佩克大九天手威力惊人 曾打下了杜鹅的一只眼睛 逼得三度做了三十年的骨禅 以杨鼎天的武功和性格脾气来看 他当属武绝中的西学 南盖 耶律奇 耶律奇文武双全 是仅次于杨过之下的后起之秀 在神雕的末尾 耶律奇就凭借自己的实力力措群雄 成了新一任的盖帮帮助 在蒙古人公布了襄阳城之后 耶律奇为了保存实力 只得率领群盖逃出城去 在射雕 神雕时代 盖帮的主力大多布置在北方 因此红旗公有一个北盖的称号 然而时过境迁 蒙古打子的实力已经占据了北方 耶律奇的盖帮也只能南迁 在南方东山再寝 耶律奇的降龙十八掌 以及他占据南方的地理环境 他成为南盖实至名归 北都 白村道人 随着丐帮的南迁 北方都落到了蒙古人的手中 蒙古打子为了对抗各门各派 不仅招兵买马 还四处招揽高手 而白村道人就是蒙古人的英犬之一 白村道人武功极高 练有一门英读无比的玄冥神掌 白村道人死后三十年 那门玄冥神掌仍是让人弹之色变 就算是武林至尊张三丰也深感不安 原来年仅十岁的张无忌 中了玄冥二老的玄冥神掌延延一戏 张三丰试图以他百年的纯阳无几宫配合童子之身 驱除张无忌体内的寒毒 哪料得到张三丰使出了浑身解数 还配合武当众弟子之力 仍无法将玄冥寒毒尽数化解 可以预见的是 郭靖战死之后 白村道人也凭借玄冥神掌 机身一流高手之列 成了新武决中的北独 中神道张三丰 根据倚天的设定来看 新武决之首当属中神道张三丰了 看到这里 或许有的读者会说了 张三丰大气晚成 如何能成为以天初期的武决之首 答案很简单 杨过退隐之后的第十三年 忽必烈率领十万铁骑卷土重来 没过几年 襄阳城破 郭靖战死 杨过走下华山的时候 郭襄十六岁 而张三丰和郭襄年纪相仿 大概十十三四岁 如此看来 郭靖战死之时 张三丰大概三十岁 此时的他已在命令里 钻研武学自创神功 虽然没有大成 但以张三丰当年 击败尹克希的身手来看 他的实力的确不容小觑 张三丰的年纪越大 他的武功修为就越高 不出十年 武学七才张三丰 就已经超越了 同时期的耶律席 杨顶天 白笋道人和无色蝉狮 成了真真正正的新武决之首 杨顶天 难道人和无色蝉狮 赶皮肚子 杨顶天 感じ